HELLO 大家好,我是山莉 富邦安教的王牌投手江紹慶 最近兩次的先發出賽 都頭部滿五局就體現退場 而且都被超出雙位數的安打 目前防溫率5.46 跟去年剛加入的2.45有極大差異 不少的人看到江紹慶驚人的成績 可能會以為中華職棒是不是又換球了 而在剛開季沒多久時 我就已經出過影片分析江紹慶的投球表現 也認為他如果持續在預軍出賽 應該能夠慢慢回穩 想不到都已經下班級了 這位去年狀元還是陷入迷惘中 那本集影片我們就從江紹慶近期的投球狀況 來聊聊他持續低迷的原因 看看剛開季遇到的問題有沒有解決 是否又有哪些新的麻煩出現 才導致他現在找不回身手呢 前一場江紹慶碰上衛泉龍 是他今年在預軍的第13場先發 只投4.2局就投了99球退場 被打持著安打外加4個40球 由於牛捧爾幫他守住 最終只丟到3分 避免吞下了本機第9敗 這場比賽江紹慶最明顯的問題 就是控球非常不穩 手球取得好球的能力非常弱 總計面對26個打息數 有10個打息第一球是壞球 出現過40次沒有好球3壞球的絕對落後 最終只解決掉了蔣紹虹 其餘三次都讓打者上壘 從第一局開始 江紹慶連續四個半局都讓未準的首名打者上壘 前兩局甚至都面臨滿壘的危機 只有第四局靠著讓郭天信雙殺 形成變相的三上三下 其餘局數都投得非常辛苦 特別是面對陳品傑 雖然生涯還沒有從江紹慶手上級刷完打 但這場三次打擊全都逼他投到3塊球 最後選到兩次的寶送 耗了江紹慶17顆球 可以說是他當天最不想遇到的打者 在這場比賽之後 江紹慶本賽季的BB9已經來到3.92 相比去年的2.97 是聯盟達到規定局數的先發投手中 第二高的 排第一的是隊友陳士朋 而今年聯盟的BB9落在2.73 所以江紹慶是高於平均值很多的 或許有人會說BB9從2.97升高到3.92 其實沒有退步非常多 但大家要知道現在聯盟換球之後 絕大多數投手的投球策略 都不像過去那麼閃躲 勇於把球塞進去跟打著對決 像同一歲的江晨諺 他來換球前的剩下BB9是3.99 換球之後變成1.78 今年甚至只有0.85 而江紹慶現在反倒退步 真是非常奇怪的 剛開今天這影片 我提過江紹慶今年的三陣能力 比起去年反而有提升 前四場K9值來到9.39 但隨著場數增加 他的K9值已經下修到現在的6.85 比去年還要低 最近兩場合計9局只送出3K 所以遇到危機時 他還沒辦法自己凍結雷上的拋者 只能把命運交給隊友 這邊要特別提一下張鎮宇 去年他碰上江紹慶7次中被K了3次 是全隊最慘的 今年就有了全新面貌 6次打擊都沒有被K 還從他手中回出3隻安打 對戰打擊率高達5成 這場兩次打擊 都是在球速落後時回出安打 更顯得不容易 看球速 帶到左半邊仿向的安打 今天我們看到了張鎮宇 在不斷的糾纏之下 他還是有辦法敲出安打 這個時候來看一下 投手的補位速度要快喔 最後是SAFE 一雷神今天是林金達先生 最後給出了SAFE的判定 這位真的是打得很尷尬 張少慶他也沒有浪費任何的時間 非常接近的PLAY 對 我其實林金達先生也站在一個 絕佳的位置上 唉唷 他看的還蠻準的 確實從這角度看 是張鎮宇他的右腳先一步的在雷包上 雖然說江少慶現在的被打擊率 比起剛開季時 畢竟4成已經下修不少 但3成07這個數字 跟去年的1成94相比 還是有很大落差 而且在這場對龍隊的先發過後 本季BABIP已經來到0.361 比聯盟平均的0.311高出一大截 也超過了失隊的柯睿成為規定局數的先發投手中最高的 現在他面臨的困境就是控球失準 保送投的多 取得三陣的能力有變弱 如果往好球帶跟打者對決 多半會放在比較甜的位置 打者容易攻擊 所以把球打進場內很容易形成好的結果 而在球種的運用上 張少慶主要的配球模式就是四縫線直球、滑球 還有一顆比較慢的曲球跟叉子變速球 而這場對龍隊他都有拿出來用 但沒有一個明顯能夠壓制他們的球種 之前張少慶在12強投出王牌伸手 靠的不只是他剛猛的速球 還有這顆跟徐肉希握法相似的叉子變速球 通常碰上左打者時 在球速領先的情況下 他都能夠靠這個武器取得三陣 去年中只有一票左打者對江少慶苦手 很大一部分是被這顆球所困 像失隊的蘇智傑、林子豪 還有樂天的朱玉賢等 但他今年卻很少投這顆球了 像這場對衛拳 我是指到第五局 才比較明顯感受到叉子變速球也加入配球中 不然前四局都是直、滑、曲、三種在變 但控球力就時好時壞 像面對李凱衛的打席 江少慶第一顆叉子變速球的位置就掉得很漂亮 從1號位掉到7號位 讓他成功回空 可是下一球同樣球種 就變成了明顯失頭的紅中 直接被掃成安打 對張耀明的時候也是 第一球叉子變速直接挖地瓜 第三球再來雖然取得好球 但位置高得嚇死人 光這兩個打席四顆球 可以發現江少慶實在控制不了這顆球 所以張靖德接下來就改變策略 換成曲球跟滑球來對決 結果還是被接點敲安 也是厲害喔 這顆曲球他硬是扛到右外野形成的安打 接連的四肢安打 滾地球帶到三壘次 哇最後還是打穿了 江少慶的打擊率又超過他的身高了 第三分位全龍隊收進口袋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應該是上來 要換投手了 以我個人的評估 俊然江少慶之所以能夠把對左打的被打擊率 壓到跟右打差不多低 主要就是叉子變速球能夠發揮效用 但今年他找不太到感覺 孔左的特性就被放大 被打擊率高達3x43 跟面對右打時2x63有明顯差異 這在現今中指左打當道的環境 當然是比較吃虧的 至於之前影片提過的失速問題 江少慶隨著球技進行並沒有惡化 但也沒有改善 去年極速157均速148.3的他 今年變成了凡人 極速153均速則是落在145.5 雖然還是高於聯盟平均 但已經不是前段般的等級 而且直球失控的次數相當頻繁 有時候要外角跑內角 要低角度跑高角度 速度催出來可是球不會跑 讓他非常難靠直球去壓制對手 像對吳東龍這個打息 不是我已經往外角蹲 結果球卻直接往吳東龍的身上飛去 差一點就砸到他 所以在這場的配球上 可以感受到張靜德很少要求他的頭內角球 絕大多數都是外角連發 或許會讓打者比較好去做猜測跟攻擊 畢竟以江少慶當天的控球狀態 一直往內角投 那畜生球恐怕就不只零次勝一個而已 說到配球其實剛開始有提過 江少慶先發搭檔張靜德 是去年最常見的組合 畢竟他們也是12強中華隊的搭檔 進到富邦之後彼此更加熟悉 江少慶也多次提過 張靜德非常了解他 也給自己很多的安定感 但從數據來看 今年江德配的壓制力確實是最差的 合計搭檔14.2局 被敲出30只安打包括兩轟 讓江少慶失掉了25分 雖然只有15分是折失 但防御率還是高達9.20 被打機率也突破4成 但如果是江戴配 雖然說防御率4.22還是偏高 但被打機率卻可以壓低到只剩2.52 在38.1局中被敲36只安打 折失分是18分 撇開只搭檔一次的蕭一鳴 戴白鋒跟江少慶的合作效果 確實是最好的 我一直認為頭補搭配這件事 無論好與壞 都不會只有一個人的功勞或責任 應該是兩個人要一起承擔的 對於教練團來說 該如何幫助江德配找回昔日的感覺 也會是他們接下來的一大課題 另外江少慶現在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首局病 從數據上來看 江少慶今年13場先發 有8場會在第一局的掉分 合計丟掉20分 已經接近他總失分的一半 也是他最容易失分的局數 竟然他在第一局的被打機率來到3成96 是各局數中最高的 再來才是第5局跟第6局 但只要度過第一局 他第二局通常可以馬上穩定下來 本季在第二局的被打機率只有一乘70 只有掉過1分 而這個首局病的症狀是今年才有的 去年江少慶第一局的被打機率是1成90 12場先發中只有2場在第一局掉分 今年卻判若兩人 我相信連他自己都搞不太清楚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雖然近期這一場對位拳 他第一局沒有掉分 但其實也面臨了滿臉危機 單局用了20球才驚險下撞 而且李凱威跟劉基鴻 都有形成安打的機會 只是一個被范國城撲下來 另外一個是平飛球直接進手套 可以說是首輩幫了他很大的忙 總結來說現在的江少慶 投球局數已經跟去年差不多了 但壓制力卻有天量之別 不是短時間或少樣本造成的誤差 而是今年的江少慶 確實遇到了很大的瓶頸 從現實層面來看 江少慶畢竟領的是全中值最高的薪水 這樣的表現當然不符合富邦球團 跟球迷的期望 剛開季我是支持他留在一軍的 畢竟富邦當時上半季也走遠了 讓他慢慢調整備戰下半季 可能會是更好的選擇 但現在富邦全能度幾乎無望 只剩拼下半季這條路 確實可以去考慮一下 是否要把ERAPLUS就60.9 再聯盟先發墊底的江少慶給降下去 讓他有一點時間去找回自信 也可以讓有時機的陳紅衡回到輪值 或者給范玉宇或養病一個機會 那也像是今天的影片 你還有看到江少慶今年的哪些問題 是我們有提到的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閃力 也歡迎訂閱我的副頻道 史丹也採訪生活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 謝謝